6月18日,法国警方宣布,一对华人夫妻因涉嫌杀害另外一对华人夫妻,并将遇难者遗体分尸后抛弃而被捕。 目前,犯罪嫌疑人正在接受警方问讯。 上周五,有人在巴黎郊外的森林中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后报警。 两天后,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的线索,找到了另一具男尸。 法新社报道,据被捕的中国夫妻交代,本月早些时候,两位死者曾向孩子委托给他们照顾。 不幸的是,孩子意外丧生。 事件发生后,这对夫妻竟将孩子的遗体扔到垃圾袋中掩藏起来。 后来,这两对夫妻因为孩子的死因问题发生激烈争吵。 最终,犯罪嫌疑人将孩子父母杀死后分尸,并抛弃在森林中。 这对涉嫌杀人的夫妻承认,他们案发后曾讨回中国。 后因极大负罪感选择返回法国投案自首。 本月7日,曾有人在巴黎森林中发现了一条人腿, 因当时加拿大蒙特利尔碎尸案犯罪嫌疑人马尼奥塔可能正在巴黎。 此事一度引起部分当地人的恐慌,现在证明本案与其无关。